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攻读圣马尔谷福音 主愿光荣会与您 耶稣离开了格法翁的会堂 同亚哥伯和若旺 来到了西满和安德勒的家里 西满的岳母正发烧躺着 他们立刻告诉耶稣 耶稣走到他面前 拉着他的手 扶他起来 烧就退了 他就起来伺候他们 傍晚太阳下山的时候 人们把所有病人 附魔的人都带到他跟前 全正的人都聚在门前 耶稣治好了许多患各种病症的人 驱逐了许多魔鬼 并且不许魔鬼说话 因为魔鬼认识他 第二天早晨 天还没有亮 耶稣就起来 独自出去到一处荒野的地方祈祷 西满和跟他在一起的人 都去寻找他 找到了就对他说 大家都在找你呢 耶稣对他们说 我们到别处去到临近的村庄去吧 我也应该在那里宣讲 因为这正是我来的目的 于是他到加里勒亚各地 在他们的会堂里宣讲 并驱逐魔鬼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是弟兄们 新年就快到了 我们华人 所谓的春节 所以春节之前 新的一年开始 我要问大家 去年一年 大家生活过得怎么样 生活过得怎么样啊 好不好啊 我除了问你们发财之外 还可以问你们什么 家庭可好 信仰可好 心中的天主对你可好 对吧 所以弟兄姐妹们 今天在这边除了婴孩 那些还在父母亲怀抱的 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 每一位今天在教堂的 每一位都有能力思考的 每一个都有能力思考 也有情感的 也有情绪 对吗 也有情绪 我们都是活生生的人 活生生的人 真真实实地面对每天的日子 所以这句话很重要 当神父问你 生活过得怎么样 你们应该有所感觉 没有感觉 我就不知道你还是不是人 一定有所感觉 一定有所感觉 不管你的年龄如何 年长的 今天我看到在场的 有超过八十岁的人来参加MISA 年轻的 我看到还在母亲怀抱的 看到父亲里面有年纪小的 在爸爸妈妈旁边的小朋友 你们今天能够来到教会这个大家庭 把孩子 父母一起带到这个大家庭 大家彼此成长 不管是哪一位 我们都承认 我们需要信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为什么 如果你读了今天的读经一 约伯告诉了我们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都有我们自己要面对的问题 很多人说教会应该是属于老年人的 因为他即将面对生命的终点 他要跟天主交代 所以他多来教会 忏悔 但我要告诉你 问题不是只有老年人 情绪的问题不是只有老年人 每一个人都有 即使是小朋友也有 小朋友也有他们自己的生命 也有他们的世界 也有他们的问题 所以教会绝对不是只是给特定人 而是给所有 从你诞生 孩子诞生 到你年老 面对死亡的人 都需要教会 因为这是一个家庭 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家来看待 弟兄姐妹们 我们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 就是家庭已经不成家庭了 家庭已经不成家庭了 这世界最大的问题是每一个人的诱惑都太多了 这些诱惑都是针对人性而需要而创造的 当人的欲望不断的被刺激 人的感官的世界不断的被刺激 我们的欲望无穷 所以我们大家都变得非常非常忙碌 不管你的忙碌有没有意义 但是就是忙碌 不得空没时间 就是我们现在人的口头惨 连小朋友也可以告诉你 爸妈我没有时间 那你做什么 所以你知道他在忙什么 现在的人就是忙碌 忙碌的不断追求新鲜的事情 不断的追求物质的世界 不断的追求生存的空间 和身份地位所需要的满足 我们似乎忘记了在这个世界上 忘记了你还是一个人 而我们每天忙碌的 把自己忙得像一个机器一样的 不断的运转 不管你在做什么 你就忙碌就是让你不断的运转 忘了该休息 有很多时候我们说 哎呀我看电脑 我看电视 我看连续剧 小朋友说我玩手机 这是我消遣 这是我让我休息 但是问题不是 你已经过度了 过度到你连自己身体都累坏了 你那一个过度到比那些 过老死的人 没有什么两样 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弟兄姐妹们 今天有一句话非常重要 其实人啊能存在的 只不过是一口气息啊 等待这个气息消耗尽了 什么金钱呀 房子啊 名车啊 老婆 先生啊 孩子啊 父母啊 朋友啊 都没了 所以福音中说的对呀 得到了全世界 失去了灵魂 及你所爱的人 最后你问问自己 人生这一趟旅途 你所得为何 这样的你 你会觉得幸福 你会觉得快乐吗 是的 弟兄姐妹们 我们人都要有所追求 没有错 我不是告诉你 不要追求 人都有所追求 没有错 但是不能失去重心 不能失去平衡 知道吗 忙碌的忙 有另一个同音字 我也觉得 它有另外一个同意字 一点都不过分 就是盲目的忙 所以你们听过这首歌 忙与忙 我们过度的忙碌 会让我们什么都看不到 什么都看不到 让我们变成瞎眼的人 看不见很多重要的事情 我们忙碌最严重的国家 日本 所以才会出现 所谓的过劳死 忙碌碌 忙碌让我们的家庭结构产生了重大的变化 家 是忙碌者的旅馆 不是一个家 家庭的成员对你来说 是室友 不是家人 当一个人忙的时候 发现全家人都为你打转 要照顾你的情绪 要照顾你的心情 你今天心情好 多说一两句话 心情不好 全家人遭殃 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让允许忙碌成为家庭的气氛 家庭的文化 小心 慢慢长夜 你们一家人 所有跟你有关系的人 都要承受苦痛的长夜 我所信 我常说我所信 我没有结婚了 我所信 我没有孩子要养 我没有老婆要照顾 但是我已经忙碌的不可言语了 所以我没有成家之前 已经够忙碌了 我没有当神父之前 我真的非常忙碌 没有信仰 我每天的生活 从早到晚 一直工作 一直工作 工作工作 购物购物 满足自己许许多多的欲望 这就是以前的我 所以我体会到了这样的生活 忙碌的生活 体会到了约伯 如果说今天的话 我躺下时 心中想 什么时候 天亮呢 起来忙碌的时候 又想 黑夜什么时候才到呢 开始失眠 开始转转难眠 开始觉得不安 今天大家还能看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我 一个不一样的我 一个我现在连我自己也不认识的我 很多同学 我以前的同学跟朋友看到我的时候 他说我真的不认识你 因为你跟以前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一个那么爱物质世界的 今天你能够抛弃一切 我告诉他 因为我笨 因为我笨 我无知 我以为有钱很好 但是发现有钱 我怎么都快乐不起来 我怎么都快乐不起来 今天我可以说 这是我有生以来感受生命的意义 感受到了真正的幸福 因为我时时刻刻都能够安息 时时刻刻都能够很平安 我也一样的忙碌 我常跟别人说 我以前做老板 我可以放一个月的假 不需要问任何人 我好快乐的出去外面去旅游 我现在 这么忙碌 请个假 还要我的院长批准 院长说不行 我就乖乖的听话 我是至少麻烦 以前当老板不好吗 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是我选择了今天 我愿意听别人跟我说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有很多人需要你 我现在的生命不再为我而忙 而是为了福音 为了天主 不是为世界的物质 不是为自己的欲望 而是为了福音 为福音生活的我 我才觉得我收益这么样的大 我 为福音生活的我 我最后发现一个真相 你知道吗 很重要的一个真相 原来不是我在忙 是耶稣基督在忙 我越忙他就越忙 知道吗 我越忙耶稣基督就越忙 我常常跟圣母君说 跟教友们说 你们越懒 你们不传福音的话 神父就没事做 知道吗 所以你们一定要努力的 找很多事情 做福音的事情 神父才会更忙 知道吧 不然神父不忙 那会出现什么问题 神父就会越来越胖 神父就会越来越烂 所以你们要多找事情 给神父做 知道吧 让神父做 其实你真正知道的 是主耶稣基督在做 他在为我们忙 所以我们都要很努力的生活 主耶稣基督在做 才很忙的为我们 打理我们生命的一切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努力的生活 我们忙 主耶稣基督也很忙 但是主基督再怎么的忙 他一定做一件事情 今天的福音告诉我 他一定会祈祷 他一定会祈祷 他一定会远离人群 再怎么忙 他也让自己走出忙与忙的生活 到旷野里面祈祷 到旷野里面 毕竟在跟主耶稣基督相遇 再忙 耶稣基督也不会忘了 跟他的门徒在一起 再忙 他也不会忘了跟罪人在一起 用餐吃饭 再忙 他也不会忘记去做 他该做的事情 去传递天主的喜讯 所以你们说你们忙 我不来教堂我忙 我不参加这个我忙 我不传福音我忙 你们有比耶稣基督更忙 了不起 对吧 所以我们的忙 其实是在盲目的忙 不是真正的忙 不是真正为福音而忙碌 弟兄姐妹 所以问题就来了 主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 就是关心我们 来爱我们 他的福音就是爱 对忙碌了我们 我们容易失去的就是爱 你忙碌下来 你忘记了爱了 耶稣基督是来 让忙碌的我们感受到 你不要这样子 我要你去爱 不是叫你忙得不可开交 忘记了爱 他的福音就是爱 爱就是人忙碌之后 变得冷漠的一个结果 所需要的治愈 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爱 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 不是只给我们看病 不是只是给我们驱逐魔鬼 病也好 魔鬼也好 都是因为我们忙过度 忙过度 所得到的 记得 忙过度 所吸引的 就是魔鬼 当你愿意 静下来去爱 去祈祷 天主就与你同在了 我很感谢 我开始 遇到生活的问题的时候 我开始忘了爱的时候 福音帮了我一把 在法国 法国的家庭给了我福音 我住在法国家庭一年多 他们给了我福音 让我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我工作在难民营 跟苦难的难民生活在一起 我看到了神父修女的付出 无条件的付出 我看见了福音 我在教友们的身上 你们的身上 你们教友的家庭内 我体会到了福音 我在祈祷里面 我感受到了福音 一句话 就是爱 就是爱 所以弟兄姐妹们 不要再让自己 借着忙碌 作为借口 不要再以忙碌 作为借口 忘了福音 忘了去爱 也不要为了忙碌 而忘了天主 为了忙碌 而忘了家人 家人也是你的福音 不要忘了教会 也是你的福音 我们每一个跟你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是主内的弟兄姐妹 每一个人都是你的福音 所以让我们 记得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孩子功课忙碌 你的工作忙碌 都不能成为你拒绝去爱的理由 去参加教会的理由 去服务的理由 因为福音只会帮助你 不会让你变得更糟糕 如果福音让你变得更糟糕的话 这不是福音 真正福音是让你变得更好 所以不要用任何的理由 拒绝福音 我再次感谢今天你们大家 能够在教堂里面与我同在 与天主同在 因为你们在就已经在传播福音了 希望我们能够透过爱 被福音 把福音传给更多需要的人 如果没有人向我传福音 今天我就不会在这里 你要相信传福音的力量 愿主的平安跟喜乐 常与你们同在